不管你長得美麗不美 不管你幾歲 不管身高體重對不對 有夢就起追 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個Superstar 那就不要害怕 我可得了來大 麥克風對我來抓住這個機會 發歌唱 唱出一篇 屬於自己的天堂 就在原來是英雄榜 實現你的夢想 歡迎回到我們的POP英雄會 好的 直接了啦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討論 到底我們這三季英雄們呢 比賽過程當中呢 最喜歡演唱歌手的歌曲 二三名是哪一位好不好 第二名 我想這個歌手呢 很多部落的朋友一定非常喜歡 因為呢 他本身呢 就是我們原住民學童的一個 非常優秀的一個女的參賽者 講到女的 絕對啦好不好 立文 你覺得第二名這個歌手 你自己對他的評價怎麼樣 我覺得他就是在 就是阿妹之後的歌手 還有不管是戴愛琳之後 還有表現得非常亮眼的一位歌手 叫做 可以講名字嗎 不行 我們賣個關子 一切都是秘密對不對 對 好 我在比賽的時候 一開始比賽的時候 出了阿妹的歌之後 有唱過他的歌 還有最後決賽的時候 唱過他的抒情歌 OK 對 所以呢 等於他的歌呢 變成一個工具書就對了 算是入門 而且呢 在這邊 可能可以小小的提示一下 其實那一位歌手的聲音呢 其實跟立文呢 特質還滿像對不對 同一種那個痛調 對 比較厚 而且高亢這樣子 阿良 你覺得呢 上次我去看立文表演嘛 然後剛好阿林有過去 結果他們有啦 在 就跟君彥希喝酒那一次 然後我們 你們平常都在 對 然後去高雄看他 然後那個阿林剛好來 你不能公布 你看一公布 這個不可以講嗎 真的 不可以啦 我們還想說讓觀眾 OK 沒關係 那個秘密喔 對 我們本來想保存這個秘密 但是OK啦 其實呢 講到這個歌手 其實大家也應該 一猜就知道是誰啦 沒錯 阿美族的歌手 對 來講一下 你怎麼樣 剛剛故事講到一半 然後他 然後我們就酒醉了 然後就叫阿林上台 然後他們就一起唱 然後我們乍聽之下 他們音質啊 然後各方面的聲音都滿像的 因為我們一起合唱 我們有一起合唱 你知道我們合唱嗎 我知道 失戀無罪 你罪了齁 我大概有罪 失戀有罪是不是 失戀有罪 好的 第二季的參賽者 我們阿良跟我們的立文呢 也表達了他們 對這個歌手的一個感覺啦 那第二名這位歌手呢 其實阿良已經不小心泄體了 他就是阿美族的歌手呢 阿良 好的 那第三名呢 有兩位 講到第三名這兩位歌手呢 其實在第一季跟第二季的歌呢 很少出現他們的歌曲 因為他們的歌曲 年代可能比較久遠啦 來 講一下鄭嬛 本身你爸爸父親呢 有在第三季有參與參賽者啦 對不對 對啊 但是呢是不幸中箭落馬啦 是的 來講一下你看第三季 你覺得最常出現的歌手呢 是哪幾位 像劉文正啊 然後蘇瑞啊 對 珍妮啊 等等 你自己啦 如果把你放在第三季來演唱的話 來比賽的 你會想挑誰的歌來演唱 大概是蘇瑞或珍妮吧 為什麼 蘇瑞他為什麼要是女生音樂隊啊 她音樂那麼高 這樣高一點就對了 OK 而且你一定會稍微 把它轉有點靈魂樂的感覺 對 加很多的轉音 沒錯 OK 好的 那第三名呢 我想 不用去刻意去講啦 這兩位的歌曲出現在 我們第三季的參賽總是最多的 那這兩位是 哪兩位呢 其實剛剛我們 鄭嬛已經公布了 已經有講出來一些些答案了 好 沒關係 待會兒呢 我們直接呢 請立文還有阿良呢 直接來演唱二三名的歌曲是 哪兩位歌手好不好 那在演唱之前呢 一定要跟大家 安安之下 我們待會兒下一個階段 就點歌了 電話在這邊 馬上打電話好不好 不管你要分享你的苦衷啦 好不好 想要借錢啦 沒辦法打好不好 其他的想聊聊都OK對不對 OK 好 歡迎Call in進來好不好 那緊接著呢 我們就要來欣賞立文跟阿良的演唱了 首先 邀請周立文 掌聲加錢交 我聽不到你說話 轉身走吧 我聽不到你說話 我聽不到說 沒有必要再勉強 只是輸給了一個 城市的謊話 我們怎麼會經不起 背叛的衝刷 你失望嗎 你失望嗎 我並不是理想像 剩下什麼 可以用來偽裝 原來不是為 結束問題的回答 我真的開始懷疑 愛情的重量 終於 終於 讓我看穿了愛情 我明白這場遊戲 輸得無敵投敵 關於你不懈的局 終於 我承認了我傷心 我決定把這回憶 抹得乾乾淨淨 收拾你的荒唐 然後離去 可不可以讓自己 逃離 用最後的力氣 只是輸給了一個 誠實的回答 我們怎麼會愛上 我們怎麼會愛上 彼此的荒唐 終於 讓我看穿了愛情 我明白這場遊戲 輸得無敵投你 關於你不下的局 終於 終於 我承認了我傷心 我決定把這回憶 抹得乾乾淨淨 收拾你的荒唐 夜 一幕幕我閉不上眼睛 殘忍的天理 一旦不想不去的簡訊 留在心裡 痛在心裡 我們愛過的假象 我們愛過的假象 無法釋放 我害怕我不忍心 再說一句我和你 終於 終於 讓我看穿了愛情 我明白這場遊戲 輸得無敵投你 關於你不下的局 終於 我承認了我傷心 我決定把這回憶 抹得乾乾淨淨 收拾你的荒唐 老後一句 你哭了嗎 我聽不到你說話 轉身走吧 沒有必要再勉強 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周立文帶來這首荒唐 緊接著馬上邀請 袁樂郎帶來這首 是不是這樣掌聲鼓勵鼓勵 掌聲鼓勵鼓勵 在那喧鬧和財聲中 總是讓我迷惘困惑 是為我曾經走過的路 還是我曾經流過的淚 多少的躺上 漫長的寂寞 誰能明瞭 誰能明瞭除了這些 我已一無所有 每當冷靜落寞時刻 我總感到苦難寂寞 那是我曾經走過的路 那是我曾經睡過的心 那是我曾經睡過的心 多少的情感 失去的青春 我終於知道 任我堅強都是為了追蹤 是不是這樣把愛情拋棄 不再哭泣 是不是這樣把往事忘記 拒絕回憶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作為我犯懷高跟 散盡一切哭泣 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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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在那喧嘩和彩聲中 總是讓我特別寂寞 是為我曾經走過的路 還是我曾經流過的淚 多少的躺上 漫長的寂寞 我終於知道 冷漠堅強 只為掩飾垂 是不是這樣 把愛情拋棄 不再哭泣 是不是這樣 把往事忘記 拒絕回憶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犯懷高跟 散盡一切哭泣 掌聲鼓勵鼓勵 非常謝謝我們的周立文 跟我們的袁瑞良 把二三名的歌曲 也唱給大家聽了 順便也直接公布我們二三名 到底是哪幾位呢 第二名就是我們 阿美族的歌手阿琳 出生在台東的成功 目前可能會申請 這樣講會不會對她不敬 沒有啦開玩笑的 其實阿美族的 會唱歌的人真的很多 對不對 那直接是不是請我們的立文 來告訴大家一下 其實她的歌曲非常多 我來公布一下 沒錯 一共有唱到的是 愛 請問怎麼走 還有回家 荒唐 夾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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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了 都可以了 對 做我自己 還有今晚你想念的人 會不會是會 怎麼樣 你自己唱過幾首歌 我唱過兩首就是 夾娃娃夾娃娃跟那個 今晚你想念 什麼叫夾娃娃夾娃娃 我學你的啊 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 OK 所以這兩首歌 沒錯 你覺得要唱阿琳的歌 要具備什麼的條件 具備那個非常好的體力 跑兩百公尺五圈以上的體力 對 因為它的肺活量 用得非常 但是氣要夠才行 對 還有有關轉音的部分 要一直轉彎 就是它有比較R&B的唱法 還有藍調的東西 可能到時候如果現場很多的朋友 沒有喜歡他的歌的話 對這種轉音的那個 音樂性要感受力很強 對 而且我覺得那個奏曲要很好 對 奏曲 對 因為你沒有那個節奏感的話 其實很難唱 對 尤其是R&B 就是一定要奏曲 對 好的 其實講到阿琳呢 除了我們立文 常常演唱她的歌曲之外 我們還有一位參賽者 款野歌曲 來 楠輝君 你自己也唱過 我印象當中了 對 就一首而已啊 一首哪一首 荒唐 荒唐 那是你拿過最低的 沒有 我十六 一直都是十六 你唱最差的好像是 吉瓦斯杜蘭的歌 還有沒有入選 OK 來講一下 你覺得唱阿琳的歌 當時 有些她的歌就比較口氣 像荒唐就是口氣的 前面 然後還有低音要夠低 低音要夠低 夠低 低音要夠低 沒有錯 因為其實呢 大家只知道阿琳的高音很漂亮 但是她的低音其實很足 對 好難 要練很久 而且她胸腔共鳴用得很多 對 胸腔共鳴 對啊 改天很想來問她到底 胸腔共鳴這個方法啦 好 好的 那我們的麗文呢 還有我們的慧君呢 演唱過阿琳的歌 而且呢 大家這麼有緣分 都拿冠軍了 OK 所以只要唱阿琳的歌呢 唱得好 其實很容易在比賽當中拿下高分 好 接下來呢 第三名 其實呢 剛剛我們阿良也唱了一首歌 就是蘇瑞姐的歌對不對 對 那其實跟她並列一樣的位置 另外一個男的歌手呢 就是我們的費玉清費大哥 那這兩個歌手呢 其實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啦 就是這兩個參賽者 歌曲使用最多的 反而是在第三季 其實年輕人比較 可能年代久遠了對不對 對啊 我壓根這輩子 沒有想過要唱過他們的歌耶 你是在瞧不起他們嗎 沒有 因為他們的歌 太那個高難度了 OK 然後而且就比較不熟悉啊 所以會選擇他們的歌會比較少 機會比較少 那這邊我公布一下啦 校門 蘇瑞姐呢 在我們參賽者出現的歌曲呢 有哪些呢 第一首是變 還有是不是這樣 一樣的月光 橫跨了一二三季都有人唱對不對 對 那還有心痛的感覺 未知 這五首呢 出現在我們的參賽者的 一些演唱過程當中是出現的 那另外我們費玉清費大哥呢 有五首也是我們第三季呢 很喜歡的參賽者很喜歡唱的歌 像孟陀琳啊 一剪梅 變色的長城 草原 枝葉 還有狼煙 來 阿良 為什麼會挑 是不是這樣這首歌 其實我們那時候跟正環一直在搶這首歌 搶這首歌 對 因為我們那個比賽的時候我們都是 還有我 你也是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應該是 因為這首歌其實滿好 滿好那個 因為滿那個 滿好發揮的 對 滿動感的 可是你男生要唱蘇烈姐的歌 那個音域會不會變曲太寬 對啊 所以其實她的歌其實又不好唱 對啊 因為她歌曲有一些難度技巧啊 然後而且也是女生的Key的話 所以就比較難詮釋啦 不過就想挑戰看看這樣 OK 好的 其實呢 剛剛瑞良呢 剛剛演唱的我們蘇烈大姐的歌呢 其實還是加入自己的風格對不對 對 不然用原來的版本可能不適合你這種搖滾沙啞的聲音 對啊 所以有加入一點點自己的元素在裡面 OK 好的 那我們第三名的歌曲呢 集中在第三季 那 直接呢 振環來講一下 為什麼一二季不會出現他們的歌曲 你們自己年輕人 難道不會想說唱一些比較 我們 其實這些歌在部落常常出現耶 一樣的月光啊 對 像我們飛去夢陀林啊 一簡美這都部落常唱的歌啊 你們為什麼不會想挑他們的歌來唱 可能我 但是都市的時間比較長吧 他們的歌也是從都市出來的啊 也對啦 我的年紀啊 OK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接觸音樂的管道跟方式不一樣了啦 沒錯 現在年輕人都 對 環境對不對 上網啊 下載啊 看電視啊 其實我們很少能夠接觸到這些老歌啦 對 那其實呢 很多人都反映第三季的歌真的是韻味十足啦 我覺得其實早期的歌真的滿有味道的對不對 沒錯 OK 那不管怎麼樣啦好不好 我希望 不只是我們飛行大哥或是蘇瑞姐的歌 其實更多比較資深的歌手呢 我相信他們很多歌呢 真的聽了你會非常感動 如果可以像阿良這樣 把自己的想法放進來 可能對不對 參賽以後就無往不利啊 你好像很心虛的樣子 今天很低調耶 OK啦 瑞良應該是不會想參加比賽 因為在比賽下去 真的 民宿可能就進一步下去了 對不對 好的 我們剛剛就是公佈了第二名跟第三名了 我們的阿麟 還有我們的蘇瑞大傑 還有菲青大哥呢 這三位歌手呢 就是融得我們23名的一個寶座啦 好的 那下個階段呢 我們就要馬上呢 要接大家的call in點歌啦 我們還剩下六首歌好不好 把握機會 那我們的電話呢 就在我的胸部的正前方 這邊 有看清楚了嗎 好不好 好的 馬上呢 打電話鍵了好不好 我們等你電話 大家一起來分享歌曲 聊聊天 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我們的POP英雄會